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分享RAG的实作与优化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RAG的架构与基本实作流程 成如我们平常使用网页版的TrackGPT、Cloud以及Gemini等等的大巡员模型平台 一般来说,使用者会将它的问题直接送给Generator,这所谓LLM 这时候LLM就会回答我们的问题,生成答案 然而,倘若原模型并没有学习过与使用者问题相关的训练资料 这时候,它可能会产生幻觉,提供给我们错误的答案 于是,我们需要一种架构来减缓LLM生成的答案会有幻觉的问题 首先,我们会将使用者的问题交给Retriever 此时这个Retriever会将这个问题拿到外部知识进行检索 检索完的结果 会交由Retriever一起连同使用者的问题 一起传送给LLM 此时LLM会根据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背景知识 与相关资讯来进行回答 藉此来减缓LLM在生成的过程中产生幻觉的问题 这种结合资讯检索与大型语言模型的架构变称之为REG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本范例的实作流程 首先,我们会先建立一个知识库 这个知识库的内容有可能是你从网路上手动一个一个取得 亦或是你从既有的文件中剖析出来 暂存在这边 当作一个可以提供LLM回答问题的背景知识 接下来我们会将这些资料进行窗组 就是切成一份一份一块一块 那切的样态呢可能是多颗粒的 简单来说,在文字的领域里面 多颗粒可能是代表说你切分的层级 是用G的层级或是段落层级 亦或是所谓的文件层级来进行切分 接下来我们会将这些资料传送给embedding model 这个embedding model会帮助我们将这些刚刚切分完的这些短文 以及对应的embedding一起存入一个pico file 而后这个pico file会被读入一个web service 这个web service会产生一个web API 同时会连同LLM都一起当作web API的服务 当然也包含我们先前提到的retriever 接下来使用者会将它的问题连同这次的请求 一起发送给web API web API会经历先前上述的流程 将减缓换局的答案进行回应交给使用者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次的范例中学到什么呢 第一个评估使用哪种颗粒度的资料来作为背景知识 在这里指的是句子层级 段落层级和文件层级 第二个如何使用语义搜寻和重新排序的机制 第三个了解使用reg和没有使用reg的差异 在使用这个范例之前呢 最好要先有什么样的纤辈知识呢 第一个 阅读或学习过自然语言处理的相关知识 第二个 最好要有python的程式开发经验 如果你有metaplot的LIP这个套件的使用基础是比较好的 第三个 最好是有用过与Transformers神经网络为基础的模型之使用经验 在这个范例中呢 我们会使用VSCode来当作我们的整合式开发环境 同时我们也会去安装一个扩充功能 叫做SQLiteSignEditor来检视我们知识库的内容 我们使用Conda来作为执行python程式的主要环境 下面两个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来安装 接下来就让我们建立Conda的虚拟环境 首先让我们打开VSCode 然后呢开启终端机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以下的指令 贴上来安装python3.10的环境 安装的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接下来我们按照它的说明来启动我们的Conda环境 这个指令呢也有写在网页上面 可以提供大家参考使用 在作业环境的部分呢 这边提供给大家参考的资讯 最主要的是我们使用的是一张3090的显卡 这张显卡呢有24GB左右 在我们的范例当中应该算是足够的 接下来让我们简单说明 ByEncoder跟CrossEncoder的架构 首先呢ByEncoder就是将两个句子 各别放入BERT模型 经过磁化的过程之后呢 产生各自的向量 透过两个向量之间的余弦相似度 来进行训练的一个编码器的架构 而CrossEncoder呢 就如同大家对BERT的了解一样 也就是将两个句子之间或前后 各自加入Special Token 一起送到BERT神经网络 再经过分类器 来了解这两个句子之间的蕴含关系 或是是否为前后关系的一个编码器架构 那么在我们的范例当中呢 会使用到哪些模型 原则上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Embedded Model 另外一个是语言模型 也就是所谓的LLM Embedded Model的部分呢 我们分成两个 一个是BGE-M3 一个是BGE-Reranker Large BGE-M3呢 是一个双向编码器 它提供语域搜寻的功能 就是以相似度对文字所代表的Embedding 进行比对与排序 支援最高8192Token会产生Embedding 我们可以想象成 这个Embedding Model 一次可以看得懂 8192个文字或符号 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从资料库检索查询出来的知识 在我们的范例里面呢 用的是法规跟条文 也可以搜寻与查询自串相似的文字 例如用问题来找出相似的问题 而BGE-Reranker呢 它是一个交叉编码器 提供重新排序的功能 依相关性对文字所代表的Embedding 进行重新排序 而它仅仅是重新排序Embedding 不会另外产生Embedding 它可以找出可以回答问题的文字 例如找出与问题相关性高 可以用来回答问题的答案 接下来呢我们以台北市立主书馆的常见问答为例 常见问答 这边有一个标题叫做 儿童式的开放时间为何 而馆员呢也针对这个问题呢 回复了他的答案 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问题 寻找相似的问题 你可以直接使用Symetic Search 就所谓的预域搜寻 你可以直接只使用BGM3 例如说今天你想要搜寻是 请问儿童式开放的时段有哪些 那么你有可能搜寻到的最前面的结果 可能就是儿童式开放的时间为何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它对应的答案 来当作回复这个问题的答案 假设今天你的知识库里面 混杂了许多资讯 无论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或是相关的问题 全部混杂在一起 这时候如果你仅仅是语意搜寻 可能最多就是找到儿童式的开放时间为何 如果你将这个问题搭配BGE Reranker一起重新排序这些背景知识 那么你有可能找到的结果 不再是语意搜寻的结果 有可能你会找到 能够回复这个问题的相对答案 因为这个问题跟你重新排序后 排名较高的这些知识 它们的相关性会比较高 这也就是Reranker它最主要的作用 我们的语言模型采用的是 研发科所研发的BRISE 7B 这个模型呢在3090里面 是足以容纳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说明 我们使用的背景知识来源 来源呢是来自于全国法规资料库 我们会尝试整理出与财政 金融相关的法规 例如说我们会 找到我们想要的法律 例如说票据法 会从这些法律里面 这些法规条文当中 全部一笔一笔 手动的或其他方法 把它整理下来 我们用来检视的颗粒度呢 可能是整部法律的文字 也可能是单独的条文 亦或是条文当中 他其他的项款目 也就是用文件层级 或是段落层级 亦或是句子层级 来评估我们使用的颗粒度 简单介绍一下知识库的内容 在这里我们提供了一个 Financial Loss这个DB 也就是将先前取得的法规 进行trunking 分成不同的颗粒度 第一个是以单部法规为主 来作为文件层级的颗粒度 第二个是以法规的条文为主 作为段落层级的颗粒度 第三个是以条文的项款目为主 作为句子层级的颗粒度 我们来检视一下知识库的内容 里面呢有分成四个资料表 分别是Loss 以及后对词是Fore、Hard跟Send 分别代表整篇法律 跟法律的条文 以及每个条文里面的句子 我们取得了大约150部的法律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张资料表Fore 它代表的是 每部法律里面完整的文字资料 所有的条文都在这个栏位当中 那另外一张资料表呢 是以条文为基础 它的Parent ID指的就是这部法律 它的主件的ID 那条文呢 它这个Parent ID就是指 ID唯一的那一部法律 被我们整理出来的条文 那这个条文的代号呢 代码是这个 12345678910 11跟11之1 这些都是那一部法律对应的条文 的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Send的部分 就是Sentence的部分 你会发现它分得更细了 原本这个10的部分都是同个条文 却被我们另外创合成一句一句话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依照需求来选择 我们到底要用哪一种颗粒度 来作为我们检索的基础 我们说明一下每个档案的作用是什么 第一个Chart.ipymb 就是透过简单的视觉化 来评估应该使用哪种颗粒度来建立Embandings 第二个Comb.py 就是将知识库当中的文字资料 连同Embanding一起储存在Pico档案当中 第三个Financial Loss知识库 考试以Segulite3知识库呢 作为储存资料的工具 第四个Requirements.txt 就是我们的套件列表 第二个Run.py 就是对Web API发出请求 取得LM回应的答案 TestDense Vector Search 就是检视Semantic Search加Reranking的结果 最后Web API就是将LM整合在Web API当中 接受请求并生成回应 现在我们准备进行安装套件 首先开启一个终端机 先确认目前我们的环境 是在先前安装好的 REG环境里面 接下来确认一下 我们是否已经有 安装套件的列表 相关的档案 之后我们就按照 说明呢来进行套件安装 安装需要一段时间 接下来我们将依照操作指令 逐格执行 首先呢我们先关闭终端机 第一个先使用chart.ipymb 来评估要以整部法规 个别条文还是条文的项款目 来作为trunks 我们使用档案总管 开启chart.ipymb 选择我们先前安装好的 REG抗达环境 执行第一格汇入相对应的套件 执行第二格 读入Tokenizer 接下来看一下知识库当中 哪一张资料表适合作为 我们的背景知识来源 我们尝试呢 先检视for这张资料表 我们执行一下这一格 会看到它的资料比数有151笔 最大Token数33652 最小68 我们来尝试将它视觉化 看看它的资料分布程度 会发现 它有很多的资料 都超过8192的范围 所以并不太适合 作为我们的背景知识来源 我们来检视一下 下一张资料表 就是以条文为主的那张资料表 执行一下 资料有6193笔 最大Token数呢 2262 最小Token数是5 我们来视觉化看看 它的资料分布程度 会发现它大部分的资料都在8192内 能够被BGM3 8192 Token手容纳 所以这张资料表适合作为我们背景知识的来源 接下来我们关闭档案 下一个第二点建立与储存 就是embedding 包含对应的embedding 包含对应的passage 也就是trunks 所以呢 我们就执行这个指令 我们来开启终端机 确认自己依然在rag的环境当中 我们把这个指令复制起来 贴上 实行一下 执行的过程中会花费一些时间 主要它会帮我们建立 emb.pkl档 也就是将 trunk的文字呢 转换成embedding 以及把相对应的trunk 就是所谓的passage 一起被放到 这个pkl档当中 所以呢 会花费一些时间 再来我们测试rag的ir功能 我们把中端机呢 这个控制笔台把它放到最大 然后复制这一段指令 贴在上面 我们执行一下 执行完之后呢 你会看到 这一段是我们用来查询的文字 下面的部分 是透过语意搜寻 找出最相近的 相似的前五笔资料 而下面呢 是经过重新排序 找到与这个问题 最相关的五笔资料 接下来我们需要 tmax来当作我们的 背景执行环境 如果你没有事先安装 记得先把它安装起来 再来我们建立tmax的session 我们切换到先前新增的 康达环境 也就是所谓的rag 康达环境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启动我们的webapi 当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 就代表webapi已经正式启动 于是现在我们要暂时离开tmaxsession 按下Ctrl加B放掉之后 再按D 就会回到terminal 最后 我们要对webapi发出请求 我们来检视一下 run.py这个档案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要准备发出请求的文字来源 查询文字 是询问票据法规定blabla 下列何者正确 提供ABCD四个选项 我们目前rag的状态是关闭的 我们尝试对它发出请求 我们来复制这一段指令 贴上执行 我们可以看到llm回答的答案是A 以最低而为准 但是结果真的是如此吗 现在我们尝试在这边改变设定 开启rag模式 接下来我们再执行一次刚刚的指令 在开启rag模式之后 llm回答的答案是C 以文字为准 我们搜寻看看正确的答案为何 我们将问题呢复制起来 进行搜寻 会发现票据上记载金额之文字 与号码不符时 以文字为准 所以当我们开启rag之前 模型可能会恢复我们错误的答案 当我们开启了rag模式之后 它就会根据我们提供给它的背景知识 尝试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 现在我们来检视刚才问答的结果 这边会有一个webapi.log 我们来看看 上面的部分呢 是开启rag模式前 llm回答我们的答案 下面是开启rag模式后 llm会经历retriever semantic search跟rerranking的过程之后 找到与问题最相近的背景知识 用这些背景知识来回答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最终它会参考相关性最高的知识 来回答正确的答案 以上就是rag的操作流程 在剩下的说明页面中 有许多有用的资讯 欢迎大家抽空看一看 有其他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 谢谢大家